林森西路口一輛車急駛而來 突然失控 往芬閣島猛撞 瞬間翻了一圈後 路數被撞飛連根拔起 等到車靜止下來四周塵土飛揚 一旁還在營業的店家民眾 全都被猛烈撞擊聲響 嚇到跑出來查看 趙氏駕駛自己說開太快了 但事實上警方讓他吹酒測器 酒精濃度超標高達 0.37毫克 看看現場車子四輪朝天 地上全是零件 水玻璃 亂七八糟 慘不然堵 四棵行道樹也被撞斷 23歲張姓駕駛半夜酒駕開車 沿林森西路由西往東行駛 沒減速 失控狀分隔道 車輛九十度大翻轉 額頭輕微撕裂傷 酒駕濃度超標 除了公共危險最嫌送辦 還得附上把路數撞壞的賠償責任 記者侯國恩嘉義報導 確診 警方 保留 警方 警方 感谢观看